要說委屈 我只能說少不經事 事情都碰到了 之所以能夠一路上這樣子走過來 我大概都用切割法 我經常會把一段時間給它切了 然後就忘記了 然後再從這一段再開始走 否則沒有辦法走的 因為人、事、物 一想起來有時候是 不管一個表情或是一件事 或者是你被不尊重 都是非常的蠻心痛的 那我只能逼自己忘記 或者是有時候就去廟裡走一走 打打坐會把它忘記 事實上其實五月末回還是會想到 還是會 但是會逼自己 因為路總是要走下去 尤其最後那一縷路 是管委員陪著走的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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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前四年 81年到85年 接病到別的學校去了 那四年沒有工作 其實是蠻辛苦的 因為 第一個 一個人被剝奪工作權 其實是 喪失尊嚴的 因為不管它是什麼理由 你心裡沒有辦法調整 你心裡沒有辦法調整 不敢去面對別人 那其實是一種可怕 然後畏懼 它幾乎是一種 硬著頭皮做 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更覺得心酸 因為聘書對一個老師來講 是他的生命 剝奪了他不是錢的問題而已 那簡直就是掏空一個人 他的尊嚴 然後他能不能再繼續 在這個社會上站起來的那個力量 全部都沒了 所以我那時候 即使來到這邊的國中 我一直覺得有一個遺憾 所以我就繼續做 可是我當時 拿著大法官301號解釋令 去求了好多的立委 他們有的告訴我說 OK 沒問題 可是呢 就不了了之 我也曾經到高雄市的 民意代表那邊 幾乎是被轟出來的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他的區 那我覺得 說實在的 當時的民意代表不多 去找 也至少不要讓人家 感覺到非常的難過 我事實上出來是 在那個抗爭的過程 都沒有流過淚 可是那一次真的是 嚎啕大哭 徐淑美老師來找我的時候 所有一切的路都被堵死了 他民事訴訟書了 他行政訴訟書了 所有的立法委員能找的 他也都找過了 各級政府也都拒絕他了 多麼的困難 四年的時間 是失業沒有在上班 沒有上班怎麼可以有年資 真的很困難 可是當我想到 那四年他怎麼過 他在憤怒之中 他在困苦之中 那四年的悲苦 這個國家能夠讓他受這種冤屈 而不給他平反嗎 我覺得國家不能對不起他 我熱愛的國家 對於這樣一個冤情 要給他平反 這才是我想像中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放棄 那後來我就去問了一個 三豐公的那個 一個那個 蔡大哥 他是董事 他是我好朋友 我問他說 你敢知道 高雄市有找一個老人 他就跟我說 論學識 論經驗 論行政經驗 然後論那個協調能力 你去找 管璧玲委員 所以我就由那個蔡大哥 還有教師團體陪我去找管委員 那我第一次我就發現 我有點信心了 因為他告訴我 那我們就一起重撞吧 你想想看 行政訴訟定驗書 民事訴訟定驗書 你失業沒有工作 當然沒有年資 這時候他來找我 可是我覺得 有一條路沒有人走過 就是 他既不是民事 他也不是行政處分的問題 他是什麼 他是侵犯人權的案件 他根本就是被修理 被惡意解聘 是他的人權被侵犯 那很簡單啊 侵犯人權的案件 我們的原則就是要平反 然後要恢復原狀 然後要恢復原狀 然後修正條例通過 這歷史三年 事實上他幫我開過 無數的協調會 我在想 我只不過是高雄市的 就唯一的一個三民區的一個市民 他願意為了那麼一個人 然後這樣幫我開協調會 說實在這種是無私的 而我本人也是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他真的是我人生當中的貴人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這個民事的判決 跟這個行政訴訟的判決 他的判決理由是什麼呢 他的判決理由不是說 這個教師真的是有行政責任 或者是有刑事責任 不是喔 那個部分是完全沒有錯的 完全沒有責任的 他的判決理由是 校長有這個聘約權 就聘約權在校長 聘約權在校長 因此法官他橫行論法的時候 沒有把大法官 試自第301號的這個 經過行政救濟平反之後 中段年資英雲補足的這個 救濟的精神衡量進去 管委員講話雖然很平和 可是他口吻是非常堅定的 那幾乎呢我感覺是功不可破 所以在場的人只要有一點同情心 或者是有一種支持比較弱勢的一方 或對的一方都會被感動 然後他們幾乎都會願意執行法令 可是這不是所有的民意代表做得到的 因為這種協調能力 我看過這麼多 管管委員 管病理委員真的是 是最有協調能力的 包括教室團體也說 他真的有一套 什麼路都走 什麼人都找 大家都不敢下這個公文去幫助他的時候 我就去修法 然後建立了一個制度 公務員如果受不當的解聘停聘 他申訴期間的年資 退休的時候要給他 三讀通過了 官員又告訴我說 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所以還是不行 你看看這個案子有多大的困難 所以這三年一個月的期間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 就像是走在一個很長很長的黑暗的隧道 就真的那麼黑暗 永遠看不到光明 可是我常常想 再長再黑暗的隧道 總有洞口的一片光明等在那裡 為了那一片光明我們就是不能放棄 時間不是問題 氣而不捨 這種態度才是問題 我們要氣而不捨 所以最後我們終於成功了 我的心痛 我走過的心算歷程 我希望別的老師少一點 所以他們只要來問我 我都會貢獻一級力量 至少那個老師打電話到我學校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 你需要找一個立委 他告訴我找誰 我說找管閉立委員